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今次的公众咨询期有30日 会在2月28日结束 行政长官尼佳超说会做大量解说工作 给市民理解法例 5大23条立法 涵盖叛国叛乱 窃取国家机密 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 以及境外干预等多项罪行 听到这些字眼 你又是否明白内容呢 回归26年 政府星期二宣布 启动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建议订立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行政长官尼佳超说 23条立法是迫切工作 第一 这个是特区的宪制责任 香港回归26年多 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 第二 社会经历了2019年 基本法第23条本身定名七类罪行 而2020年定立的港区国安法 已经涵盖当中两类 所以今次咨询文件会涵盖如下五类罪行 包括叛国、叛乱、涉取国家机密等 其中大部分当局都建议修改现行法例 例如涉取国家机密罪 当局建议修改官方机密条例 详细定义国家机密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 传媒报道涉及公众利益的消息时 可不可以获得豁免 如果当我们接触到一些文件 第一 看看我是否有没有合法权力去披露 如果你看到一些吸着印 是政府高度机密 那很清晰 这些就是没有合法权限 第二 就是看看这些 究竟和国家安全有没有关 但来讲到防务 我的部署在哪 这个很明显 就是国家安全 重大的公众利益 当然是怎样呢 我想这个要讨论 但当然这个不是很轻率的 不是人们都说 我是公众利益 那就豁免 否则这个法律就变得无效了 至于叛国罪 现有刑事罪行条例 亦有相关罪行 新例就建议修改用字 完整的范围 是包括将一些不合辞的部分 删除或者修改 例如是一些 是以前是被殖民统治时间 所用的一些的提示 还有纳入一些 需要防范的叛国 和相关的行为 例如危害国家安全分子 是接受或者是参与 涉及一些境外势力 警务人员 飞行服务队的成员 和辅助警察队的成员 是确复到负责制定 和执行政策 维持公共秩序 管理公共财政 维护司法公正 以及具有针对政府部门的 法定调查权力的公职人员等等 资讯文件提及的最后两项罪行 字眼和23条有分别 其中境外干预罪 建议禁止任何人 透过境外活动 或配合境外势力 以不当手段干预国家 或香港事务 包括司法决定及选举等 标准其实是清晰的 你有没有意图 你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容心 如果没有犯罪意图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 是会受到法律保障的 你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人对政府有意见 批评 甚至可能是一些很尖越的批评 这个都是容许的 而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 建议禁止破坏公共基础设施 以及用电脑或电子系统等 作出危害国安行为 涵盖的范围在23条中并没有提及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我们会看看用什么方式 用这个媒介 可能以往是一些体力上的 physical的一些去破坏的东西 但后来发展了电脑 所以我们会规管利用电脑 作出一些破坏行为 另外我们也加入了电子系统 因为我们是日后的科技发展 可能是去到另一个阶段 连电脑都是落后的 另一种的科技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法例 最主要是原则 无论用什么的工具 我们都能够处理得到 他强调 调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需要时间会较长 会考虑延长48小时的扣留时间 调查国家安全相关的 状况的时间 这些都是牵扯一些很精密的 很复杂的 甚至是跟外国有关的 用一些很隐密的方法去做的 所以我们为了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去作出这些调查 而不会令到这些人 有机会潜逃 或者有机会通知 他们那些同伙的犯罪人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检视 究竟我们的扣留时间 是否可以延长 港区国安法定明 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移交移返 到内地审讯 但当局强调 现时建议的23条立法 案件会在本地审讯 The law we are legislating will have no element at all about sending any arrested persons in Hong Kong to the mainland so that is very clear It is a legislation to deal with the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rials according to Hong Kong laws 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最终撤回立法 因为香港社会对这行立法的具体条文 仍旧有怀疑 有热泪 为了使到社会大众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决定了解和思考 我们决定撤回条例草案 我相信经过向社会国界充分咨询之后 该项立法一定能够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并最终顺利完成 但之后多届政府都未能完成立法 李家超说现时落实23条本地立法 社会已经有共识 为期30日的咨询 亦会配合大量讲解工作 被市民理解法例 社会普遍对于23条立法是有共识 我们亦都相信这个共识 是尽快将23条立法的工作 做好完成 做一天只有一天 所以我们去考虑设定咨询的时间 是适合的 当然了 我们今次是会有大量的讲解工作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 2003年那时对23条立法也有疑虑 但他认为现时本港立法气氛和当年很不同 其实我们经过19年的事件 我们现有已经有一条港区国安法 所以对国家安全的概念 我们有相当比较深的认识 第二点我觉得要指出的 就是里面所涉及的罪行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现有的罪行 或现有的条例去改进 但今次资讯文件 部分条文和基本法23条用字有不同 更加有全新引入的罪行 汤家华认为基本法是三十几年前颁布的法律 针对社会状况引入新条文是合情合理 国家安全的概念 其实到今天都有颇大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外国在国家安全的层面 已经涵盖到经济 其他科技 甚至乎文化交流 都是受到国家安全新的概念受影响 今次资讯会在2月28日完结 较2003年3个月资讯期大幅缩短 汤家华觉得时间可以接受 我们不要忘记今次是一个立法前的资讯 当政府提出的法例的时候 在这个立法的过程 立法会是会再进行资讯 就算怎么样都好 在香港来说 就算资讯期完结了 不是等于香港人 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 提出他们的意见 或者继续讨论 一些合理的意见 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相信就算在资讯期之后提出 特区政府都不会是置之不理的 时事当面提 今集时间到了 再见 大家我林可盈 港铁城门站发生企图谋杀同志杀案 一个男人死亡,女人受伤昏迷 据了解两个人是长者夫妇 太太患有认知障碍症 案发之后,大批警察到场调查 又封锁涉案的伤残人士专用洗手间 见到里面有一张轮椅,也有遮和胶袋 警方说下午4点半接获一个男人报案 说有一男一女在洗手间里兴盛 两个人昏迷送院抢救 个男人言至下午大约5点半不治 据了解,大约70岁的太太 当年前患有认知障碍症 最近住在石门一间古老院里面 而80多岁的丈夫就和儿子居住 初步调查相信丈夫是打算杀死太太,然后自杀 本港去年录得近9万3千宗罪案 安年升两成九 警方说数字上升主要是因为诈骗案 录得胜伏 占整体罪案四成四 有大约39,000宗 安年升近四成三 当中大约七成涉及网上骗案 金额合共超过九十亿 导室案有23,000宗 安年升两成六 升幅主要来自习巷、店铺、导室等 勒索有2659宗 安年升四成半 当中大部分涉及罗疗 严重毒品案就有1,153宗 较去年下跌三成二 但是毒品的减获数量就录得两成半至两倍的升幅 警方说罪案数字上升 因为去年上半年仍然受到疫情影响 有提及去年行劫和中火的破案率创历年新高 整体破案率就是百分之三十日 岭南大学同一个中学团队研发出一款智能买送车 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较为随身、贴身跟随 即使是人多击碧的街市都适用 去年6月已经申请本港专利 这个透明的买送车活动自愈 有别传统的买送车 不需要拿着的手柄拖行 以蓝牙连接手机 手掌员胸放在手柄上面 买送车就会跟着移动 岭南大学和天主教培圣中学 两位中六的学生 四年之前开始研发智能买送车 最初的版本是买送车能够尾除主人 但在街市超市人多击碧 就容易跟不上 经过改良的这一款可以较为贴身 给到不同的老人家去试用 其实他们的回馈是想透过这个产品 可以解决到他们的腰酸背痛的问题 很多东西不是只有想的 可以真的实现出来 可以整理到 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 团队说产品仍然有改善的空间 技术上我们只可以在学术界的层面 可能就是用一些很有限的零件 但可能有些科技公司 他那个AI的科技已经是做到我们的功能 但他愿不愿意给我们的学生 去用他的科技去展示在架车上 我们要合作 同学研发的智能买送车分左上下两层 上面那层就看上去好像跟普通的买送车 没什么分别 但下面那一层就是保温层 可以放一些急冻食品 防止食物变坏 研发团队在去年的6月 成功申请到本港专利 日后若果在市场推出 预计定价大约1000元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导 行龙地产去年多赞百分之三 集团并且宣布 陈启中将会退任董事长 由他儿子陈文博接任 缺乏卖楼收入和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行龙地产去年收入微跌至103亿 基本顺利减少百分之一至41亿 不过物业重股减值收窄 顺利增长百分之三至39亿7千万 末期息维持6毫 面对外围经济环境不明朗 主席陈启中认为 现在并不是大肆扩张的时机 以往这几年下来世界变得特别快 说过今天是保命保本的时候 不是大发展的时候 今天要来这几年 我相信外面环境会比较困难一些 不要犯大资本支出的错误 今天最可以致命的就是 你今天去大发挥 恐怕是有危险的 已经在行龙任职超过半个世纪的 陈启中将会退任董事长 交棒给儿子陈文博 4月26号举行股东大会之后生效 陈启中说不会完全退休 有需要的时候新任管理层可以找他 强调退任是要给年轻人做该做的事 另外行动集团去年赚28亿 增长3% 末期息维持6毫半指 无线电视记者盧佩恩报道 面对西方国家制裁 俄罗斯央行表明会积极专用其他货币 WHA人民币 俄乌冲突以来 欧美对俄罗斯持续实施制裁 俄罗斯加速去美元化 转向本币结算 俄罗斯央行红掌纳比乌林拿接受俄罗斯卫星社访问的时候说 过去两年来 人民币在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的份额 由0.4%增加至34.5% 期间增幅超过85倍 同期进口结算中 人民币份额也由4.3% 上升至36.4% 增长超过7倍 央行说现时对外经济活动积极转向使用其他货币 特别是人民币 西方国家将俄罗斯的银行 剔出全球金融支付系统连接 俄罗斯自家研究替代系统 目前正在和其他金砖国家讨论整合 比乎林娜说现时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 159个参与者加入俄罗斯的支付系统 外交部就说中方支持有关机制的发展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完善全球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方面 关系各国的共同利益 推动优化国际计算方式 有利于便利彼此间的经贸和投资往来 也能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增添助力 中方支持有关机制的努力 愿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发挥自身作用 金砖国家整体在俄罗斯的贸易额 过去两年也都增加一倍 占比已经接近四成 而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01亿美元的纪录新高 按年增加两成六 无线电视机就一直在音波道 尽快将23条立法的工作做好完成 政府启动23条立法定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咨询公众大约一个月 房屋处署长罗淑佩说 如果今年公屋要加租 不一定会有宽减措施 中美同意加强合作打击徒品 各位亚军可围 政府启动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建议定立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除了基本法列明的罪行 也都引入境外干预罪等等 即日起咨询公众 去到2月28号 行政长官李家超 率领负责的两位司局长 介绍立法的咨询文件 分9个章节 咨询基本法第23条定名 而港区国安法未咨询的五大类罪行 包括叛国、叛乱、涉取国家机密等等 部分现有法例咨询的罪行 会收历以应对最新的情况 例如刑事罪行条例下的叛国罪 会将咨询的范围 扩展至到意图危害国家主权 统一而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例如相当数目的人 为某个一般公共目的 而发动暴乱或者暴动 而善惑叛乱罪 针对的对象会扩大至近乎所有公职人员 我们不是针对个别的国家 其实我们是保护自己 任何的人或者国家 不针对我们 不制造我们的风险 我们是很高兴的 也应该 当人真的犯我的时候 我们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去处理它 资讯文件也都建议增设几项罪行 包括引入境外干预罪 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势力 以不当手段干预国家或香港选举等事务 损害同其他地区关系 外国政府或组织 如果发声明批评港府施政等等 是否视为干犯罪行呢 这个标准其实是清晰的 你有没有意图 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容心 如果没有犯罪意图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 是会受到法律保障的 你是没有问题的 任何人对政府有意见 批评 甚至可能是一些很尖銳的批评 这个都是容许的 另一行引入的是 禁止破坏公共基础设施 和电脑或电子系统等 以危害国安的行为 我们建议在现有的罪行 例如破坏或者毁坏他人财产 以及在不诚实地使用电脑的基础上 引入新的罪行 增加了客力 当局强调23条本地的立法 原则上必须和港区国安法一致 但会在本地审讯 The law we are legislating will have no element at all about sending any arrested persons in Hong Kong to the mainland so that is very clear it is a legislation to deal with the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rials according to Hong Kong laws 至于保释条件 被扣押 甚至案件的时间会否调整 当局说会收集公众的意见 强调外国的条例更辣 举例英国的扣留期达到14日 新加坡更可以长达两年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立法必然是对本港经济有利 而社会对立法已经有共识 大约一个月的咨询期是合适 至于立法涵盖的罪行 比起基本法23条定名的阔 有行会成员就认为 是要配合需要 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咨询文件 不计附件有78页 公众咨询期大概是4个礼拜 被问到较03年3个月的咨询期短 特首李家超认为是合适 社会普遍对于23条立法 是有共识 我们也都相信这个共识 是尽快将23条立法的工作 做好完成 早一日 我们在收到市民的意见之后 当然会全面去审视 哪些意见我们应该去采立 哪些意见是适用于我们 他强调会向社会充分讲解 也会重点向外国领事商会解说 政府强调会保障人权 也都考虑设例外情况和免责辩护 我们必定会确保 第23条立法 是符合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 当大家提到保障人权的同时 也都必须要明白 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 都并非是绝对的权利和自由 例如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言论责会和结社自由 都是可以因为保障国家安全等正当的理由 而根据法律受到必要的限制 李介超又不同意 立法会影响经济 甚至引发三轮移民潮 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无论什么的正面因素 都是虚假的 都是空中流角来的 都是在浮沙上面建立的一些假象来的 所以有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对经济发展必然有利 至于立法涵盖的罪行种类 较基本法23条定名的阔 行会成员 资深大律师汤家驊认为 要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 大家可以看到 外国在国家安全的层面 已经涵盖到经济 其他科技 甚至乎文化交流 都是受到国家安全新的概念受影响 虽然有些罪行 未必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就这个基本法23条所涵盖 但是我们始终都是有一个 宪制责任去维护国家安全的 我觉得是配合着 现时国际间的情况 特别是中国和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在这方面的敌对情况 却认为一个月的咨询期合适 无线电视记者陈嘉瑜报道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 在新春招待会上说 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可以令到本港达致国泰文案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 香港焕发出国安加好新镜像 彰显了这种追求 下一步 办好设国家安全重大案件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更体现这种追求 发展与安全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安居才可乐业 平安也是发财 国泰民安才能各得其所 百业兴旺 公屋租金按机制今年将会调整 房屋处署长罗淑佩说 如果要加租 今年不一定会有欢迎措施 公屋租金每两年检讨一次 房委会今年将会按机制检讨 法例规定 如果加租 会有一成的封顶安排 减租就不设下限 对上两次加租都有欢迎措施 房屋处署长罗淑佩表示 如果今年检讨之后要加租 也都会考虑房委会的财务状况等的因素 才能够决定有没有欢迎的措施 亦都有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公屋的租金其实相对私楼是很合理的 而我们亦都有很一部分的租金的幅度 其实比我们平均的2200元更加低 所以一个调整来说 那个幅度和实际的金额 应该都是大部分市民都负担得到 当然负担得不到的话 其实我们也都社会上有各种安全网 房委会在去年的10月起 要求住户申报是否拥有物业 加强打击滥用公屋 首轮申报至今收回大约8万7千份申报表 即是超过99%的住户已经交表 也都有大约350户未有交表 大约100户未能够联络到 已经向其他政府部门索取相关的资料了解 而2023、24年度 因为滥用公屋收回2200个单位 对于垃圾征费延至8月实施 如果住户没有用指定的垃圾袋 会不会被扣分呢 罗叔配表示 会视乎适应期的情况 再检视现有的扣分制 过往的确在都市固体废物这个政策 都未实施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贪徒方便 就会将垃圾置置在我们屋村的大型垃圾收集的地方 这个过往可能是贪徒方便 当然我们都要在这些收集点里 利用科技去帮助我们 可能是一些细路电视 或者是一些密联网的感应 我们都希望尽量可以帮助大家 去适应这个措施 他相信公屋的住户有功德心 只要当局解说清楚 很快能够适应垃圾征费 无线电视机者彭永熙报道 中美同意加强合作打击毒品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 讨论打击分泰尼等的问题 公安部长黄小雄说 双方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沟通 同意本着互相尊重原则 在禁毒方面管控分歧 扩大合作 为中美稳定关系注入更正面的能量 另外中国和也门副外长会晤 讨论尾巴冲突和红海局势 外加部副部长邓丽 和访华的也门副外长巴假西会谈 邓丽说中方支持维护也门的主权 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 愿意和国际社会一度推动 早日恢复也门和平稳定 巴假西就说 期待中方为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美君主弱弹基地遇袭造成伤亡 外加部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高度复杂敏感 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加强对话沟通 避免陷入报复和再报复的恶性循环 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休息一会 回到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司法机构说近日有虚假传票 用电子方式发出 呼吁市民提高警觉 已经向警方报案 虚假传票上有这个案件编号 武当局说近日接获市民查询 说用电子方式收到声称 是由司法机构发出这张传票 要求售警人去到某个裁判法院认讯 或者是缴交罚款 据了解涉及三个市民都收到假传票 要求他们去到西九龙仲裁法院做证人 他们去到裁判法院追问下 才知道受骗 其中一张传票更加是附上市主身份证副本 增加可信性 当局强调 真正的传票会用游递 或者是由专人送达 不会附有任何身份证明的影像 警方说虚拟货币交易平台JPEG 涉嫌全谋诈骗案 至今接获2636宗的报案 涉款一共16亿 警方已经接获2300个受害人 五三分一已经录取口供 暂时有69个人被捕 未有人被检控 始终这些案件是真的非常复杂 涉及的受害人也非常多 我们在警方案内方面 我们也投入了很多资源 不单是商业罪案调查科 另外我们在刑事总部的不同的单位 也一直在帮忙 我们将来跟剩下的受害人 我们会录取口供之余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也要看一看 他们的资金流向 特别是电子钱包的资金流向 从而去搜集足够的证据 希望能够证明 相关的人的一些相关的罪行 以及证明他们JPEG 本身没有一些实际的投资活动 海关检获4200公斤 就私嫔疑物种鲨鱼皮 拉了一个海尾铺的负责人 今次的货物里面 我们主要只是找到一些受管制的鲨鱼皮 还有用途方面我们仍然会调查中 我们相信有关的鲨鱼皮 有机会作一个食疗之用 但是它的用途我们都会调查 检获的鲨鱼皮 约值170万 海关透过风险管理和资料分析 锁定一个由泰国运来的货柜 报清再有干沙鱼皮 五搜查后发现藏有171箱 怀疑受管制的干沙鱼皮 在上环区捕67岁海美浦南股东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 今天全线通水 解决广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用水短缺问题 也为本港提供应急备用水源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式通水 将西江水引入珠三角东部 工程2019年全面动工 由西江降流佛山顺德里渝州 东至深圳公明水库 输水线全长113.2公里 总投资354亿元人民币 现时主要供水给广州、东莞、香港等的东江水系 水资源开发率逼近国际供应的40%境界线 而珠江口西岸的西江水系 水资源总量是东江近10倍 但目前水资源开发率只有1% 通水之后 每年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 调配大约17亿立方米的西江水 输水源线超过3200万人受惠 可以解决珠山脚东部地区 供水水源单一的问题 由原来的单一水源变成双水源 同时为香港、广州的攀誉 佛山顺德提供一个应急备用水源 另外亦都会为南沙区 每年新增5亿3千万吨的供水 可以满足当地产业群 未来20年的发展需求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宏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回购事件自协 岸田文雄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 发表施政方针演说 说自民党派系收回购的事件 导致对政治的信任出现动摇 极其令人遗憾 他就此自协 表示已经决定金钱和人事彻底决裂 必将落实政治改革 经济方面他说会保持加身趋势 致力摆脱通缩 对外方面他计划四月访美 深化两国关系 至于能登半岛地震 岸田宣布新设由他亲自领导的部门 继续为灾区重建提供支援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